你所处的环境决定你的收入 这条视频值得你认真看完 也许会改变你对老板的认知 环境决定一个人的收入 只在富人的环境当中过日子 你如果想赚钱 你就要远离穷人的环境 人是环境的产物 一个人为什么喜欢说脏话 因为他在穷人的环境中 穷人喜欢说脏话 习惯性说脏话 你都学到了 如果你跟穷人交朋友 你也会养成低素质的习惯 如果你生活在富人的环境里 大家都很有礼貌 你自然也会很有素质 穷人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很容易动怒 你在这个环境中 你也很容易动怒 穷人会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惹你生气 你不想生气都难 你应该离开这个环境 千万不要讲 在坏的环境中锻炼出好脾气 我们完全没这个必要这样做 我们直接到好的环境中 养成好的脾气就行了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凡是有这个经历的人 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环境对人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到你难以想象 有些人很成功 不如说是因为他处的环境 让他成功了 你懂得了这个道理过后 就赶快竭尽全力 给自己换一个好的环境 不要服务那些非常差劲的人 不要做非常差劲的人的生意 不要跟非常差劲的人交朋友 也不要生活在那种环境中 如此 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美好 社会是矛盾的 假如你生来就在很差劲的环境中 你就要竭尽全力地摆脱这个环境 社会有上层 也有下层 永远都是这样 生命短暂 你也改变不了这个社会的宏观环境 但你能改变自己的微观环境 尤其发现